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 轻微上涨 上证指数涨0.3% 深圳上涨0.2% 但是在欧美方面 由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特朗普已经预先发出推文 说到和中国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协议 因此 股市 特别是美国的股市 在昨天晚上时期已经出现了上涨 另外 根据最新10分钟之前得到的信息 博朋社发表了最新一则突破爆炸性新闻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就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正式签字 并且取消了原定于将会在15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日开始征收的新的关税 这一则重大的利好消息 也让人民币和美元价格在瞬间上涨800点 目前美元和人民币价格重新回升至6块9毛4附近 距离大概两个月之前的最高价7块2毛钱 整整是回升 就是我们说人民币上涨了2500个点 所以说呢 本来我们说到的这个今天的热门话题 聊的第一个话题呢 就是有关中美贸易协定能不能签字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最新在我们做节目之前 这个博朋社发布的最新的爆炸性新闻 或者说是重大新闻 突发性新闻 说到特朗普已经签字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话题就要稍作修改 既然现在签字了 毫无疑问 今天的股市会是 包括了澳洲本地的各大这个股票 都会出现强劲上涨 但是呢 现在由于我们现在在录播 因此呢 并没有看这个最新的电视新闻 我想呢 这个消息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因为资本市场呢 永远是最敏感的 要不然的话 如果这个消息是只是小道的消息 或者是传闻的话呢 这个股市也好 汇市也好 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上涨 毕竟钱它不是橘子皮 谁都不敢随意花这么多的钱 那么既然现在人民币可以暴涨 包括中国A50在盘外已经上涨了1.5% 很大程度上来说 说明这则消息的准确性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了 最后我们是要来自于 从官方双方来确定这个消息 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 大家都可以见到结果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今天早上出现这么好的消息 对于今天澳洲的股市来说 相会是美好的一天 那么所以说之前我们有关准备要讨论 还有三天时间到底够不够 或者说是能不能签下来 这些现在都是废话 因为刚才的消息说到已经签字了 所以说接下来就等着官方来实锤 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的就是有关本地 我们知道墨尔本或者说维多利亚州 高考成绩是在本周两天之前公榜了 公布了 那么根据考到满分的学生名单来统计 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一 但是最终在二三十年之后 在澳大利亚的成功企业家 或者说是成功的政治商 政治的名人在里面 华人占据的却是一个少数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 在我本人传统印象中 或者说大家的传统印象中 中国是以应试教育 考试 做作业 上自习课等等 没有玩的时间 仿佛在欧美国家 澳大利亚 美国 孩子就是天天玩 啥作业都不用做 其实这个观点 现在当我亲自来接触的时候 就像小马过河一样 自己走过去的时候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家长都可能会觉得 到了澳洲 可能孩子不用应试教育了 不用这么苦这么累 随他去就行 以后只要随便上个大学就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在18岁之前 他的目光是比较短浅的 或者说他只想着眼前的想玩 想开心 想自由 那么年轻的时候 开心自由之后 有没有想过18岁之前开心 你38 48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上到一个好的大学 没有一份好的工作 虽然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成功 或者是追求到幸福 但是应该说第一 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第二 你将面临着更加艰难的 这个奋斗时期 我们说的这个几率 就是对比一个 比如说从名校毕业 从医科毕业 他们的人生相对来说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面 即便是安部就班 也能够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先苦后甜 我现在来看并不是错的 小朋友小的时候是要童年 是要适当的玩 但是更多的时候 在面临高考的时候 或者说面临高考那前几年 我个人觉得 这个时候玩 就应该放在次要地位 并不是说我的观念成就 或者说是我一定 童年依然是充满着英诗教育 当我18岁来澳洲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话 还没有这么多的补习班 为什么我的高考成绩相对还不错 我当时有97分 其实主要靠的也是国内的老本 说实话 我在国内读的是重点初中 重点高中 平均每天做作业 做到9点钟到10点钟 所以我到了澳洲 即使 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玩的 但是我的数理化 依然能够靠吃老本 吃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现在大量的华人移民之后 孩子从四五岁开始上补习班 我自己的孩子就是上补习班 你看我在国内那么辛苦出来 我现在还把他送去补习班 其实不叫补习班 这个叫数学兴趣班 其实当我五岁的时候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了解一下数字 从一到一百比较一下而已 没想到的是在同一个班级里面 四岁的印度孩子们 居然已经能做一到五十的加减法了 这让我非常的吃惊 虽然我也不喜欢比较嘛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 跟国内的这些 以前的朋友们啊 家长们一比 什么会背唐师啊 钢琴已经到六级了呀 或者说这游泳已经能够有二百米了 再看看我们自家的娃 这个虎头虎脑的 还在哭发鼻子 这有的时候就气打 气不打一处来啊 想揍他一顿呢 又不能打 这个不能揍呢 又说不好 所以说 现在我也体会到了一个 这个老父亲艰难的心态啊 哎 还是那句话 这个望子成龙 虽然我也不希望他能够成龙 至少不能打地洞吧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毫无疑问的是 我觉得教育 在初期咱们还是应该努力一下 抓一下的 这个就像工作一样 你不能指望 比如说是快乐工作 自由工作 能够出成绩 有没有可能 放在天才的身上 还真有可能 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不是天才 GoMarkets能够走到今天 从我刚来的时候 一个人到现在 咱们发展到九个人 很大程度上靠的是 咱们辛辛苦苦的努力 每天早上的努力 每天录制视频 每天写报告 每天见客户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五年的心血 才造就了今天 所以说很多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这个 我只要轻轻松松 就可以实现成功理想 就可以追求人生幸福 应该来说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任何的成功 或者说是 即便是小小的成功 都离不开 它背后的努力 所以说呢 我把我的观点也传递给未来有孩子 或者是现在已经有孩子的家长们 就是我觉得 在孩子的少年时期 特别是18岁之前 咱们还是应该是以努力为主 以玩为辅 这样来说的话呢 当你到38 48 58的时候 你就可以反过来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以玩为主 以工作为辅 实际上我们追求的就是 中老年的幸福 还是你追求的是年轻时 那十年的快乐 好了 以上就是Gold Markets 每日财经报道 今天星期五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